荷兰这个13个孩子被烧死 我看到这样一个短语作为结论 13条生命换不来一条热搜 其实我查了一下别说热搜了 网易有一条新闻三天前 说这个宿舍门繁琐 孩子无处可逃 这个新闻都被封杀了 你现在检索不出来了 标题有 然后具体的文章 404了 还记得乌鲁木齐大火吗 也是门窗汗死 那个据说是疫情 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还会把门窗汗死 就这种情况 它不是孤立的 不是仅仅发生在新疆 或者是河南 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的情况 别说学校了 很多住家也是 防盗门 防盗网 楼道里面 汗死的 锁死的 什么样的事都能发生 在中国 你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都会告诉你 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你看到门上写着应急通道 但实际上被堵死了 有的是用来做商业用途 有的直接就是懒证 为了防止盗窃案的发生 直接把不受监管的方向 都给你关掉 那不让你走 受监管的是什么呢 失了活以后 在学校住宿的这些学生 老师不应该组织他们 赶紧撤离吗 你总有一个监管的吧 哪怕是个宿管 其实中国青年报也报了 有的孩子 打开了侧窗 一个很小的窗 逃出来了 更多的报道都是洗涤的 一说起来就是孩子是被烟呛死的 安静的躺在床上 就这些新闻在中国 你经常能看到 你能看到的原因也很简单 首先负责这个组织这些 新闻版面的 他对自己的定义 首先是党的宣传战士 然后才能谈到新闻从业者 也就意味着 他们把新闻当作党的喉舌 凡是有碍于社会稳定的 坚决不乏 就真相里不会知道 实际上在中国生活过的人 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 但他不在乎你知道 因为这些问题他解决不了 为什么解决不了呢 就俩字 是吧 成本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懒症呢 就是因为他能降低成本 一个问题没有出现 或者没有爆发 没有引起共愤 他就始终被藏在那 省钱 因为你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就要花钱 他不在乎人 死两个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全国范围内的这种调整 是他承受不了的 因为这中间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如果你要追责 一长串的人要被揪出来 如果你说不追责 咱就是改 其实你也改不了 因为全国范围内都这样 就他现在的框架 是很难动的 那么回过头来又说了 真的不能改吗 其实也能改 但是得花钱 得加钱 对他的问题现在就在这 中国现在封杀这些行为 就出了事以后 他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是他们一贯的态度 因为这样 既免去了追责 也免去了整改 民众关注的东西 他们其实也会动一动 做一些改变 不是说完全不动 因为大家眼睛都盯着呢 但是你现在应该知道一点 防盗网是最便宜的 如果把防盗网拆了 孩子跳下来摔伤了摔伤的 就是不适合他们也会跳下来 你要知道很多学校 老师关心的是什么 校长关心的是什么 害怕自己的孩子跳下来 烧死难得 跳下来 每年都会有 而且还不一定就一个 所以他宁愿把你闷在里面 宁愿把你烧死 他也不会防盗网拆了 楼道的门 到时间该锁 他还是会锁 不是说因为这次 闷在里面 烧死了十几个孩子 他就晚上不锁了 不锁了 他要增加成本 他要花人去看着 这个钱谁说 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转过程中 有很多问题 是用省钱来解决的 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 今后可能也会继续这样下去 因为他在民生上的投入 会越来越少 整个社会的成本 集中在什么 维稳 现在维稳的项目越来越多 问题会越来越大 矛盾会越来越恶化 这就是大概的趋势 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所以你看到 他每次出现这些恶性事件 他都会把它尽可能压住 其实解决它很容易 花点钱就行 投入一些资源 增加一些心理辅导 整个社会 调整一下氛围 是吧 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孩子 现在 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 孩子都是宝 那么多花点精力在他们身上 实际上是应该的呀 回过出来还是没钱 钱要花在刀刃上 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有那么懒吗 中国有那么多教师 人均教师的比例 都接近发达国家了 有一些老师是学过心理学的 做做疏导工作不行吗 额道不一定要索 即便有技术家庭 招两个人看着不就了吗 有问题及时处理 可惜这一些都涉及到钱 而且在全国范围内 真正要动起来的话 好大一笔钱 是吧 这又涉及到民生的 而民生项目其实 对绝大多数当政者来说 就中国的当政者 他们觉得 就像文章一样 能做一做就好 真的想把它完全做好不现实 因为整个社会都处于压健康的状态 所以要是防止突发事件越来越多 恶性事件越来越多 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这些新闻压下去 因为他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他就只能 发现一起 消灭一起 尽可能让整个社会的运转 不受这些新闻的干扰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些新闻 一般冒出来 两三天就没了 你要是关注的人多了 能撑个一个礼拜 撑到十天 这就是很大的事了 所以你看到 乌鲁木齐大火 把人闷在里面 现在荷兰的这个大火 把孩子闷在里面 今后 自然还会有其他 类似的事件发生 而你要知道 解决它 是很难的 在目前的中国 可能没有谁会真的为他们 花点力气 因为话说出去 容易 想把它落实到位 很难 后果 不堪预料 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学校的 这些防盗网 防盗窗 都把它去掉 每年跳下来的孩子 可能都要超过突发事件 难得遇到一次 十年一遇 这种突发事件 死的人跟 出其他意外 死的人 很难去比你 那就天天要心疼 你想 作为当政者来说 他们会做什么选择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应该预料到 今后还会有类似的新闻 它在中国 已经变成一个 被大家所 默然对待的一个东西了 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麻木了 他们不相信真的会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的兴致 就很难 变得有多大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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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